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张子怡新电影阵容引发热议 知情人铺赵丽颖将出演女二号,杨幂也加盟 最近一部电影将原弄由陈可欣指导,张子怡和雷佳音主演,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该片改编自小说,原著情节扣人心弦,再加上张子怡的领衔出演,可谓是备受期待 此外,电影中的女二号戏份也颇为重要,而这一角色的人选择引起了一番波折 据了解,《将园弄》中的女二号角色是一个帮助女主角的作家,名叫苏青 女二号的努力让女主角在《杀福案》中引起了广泛关注,最终得到了公平审判 然而,该角色的扮演者从一开始就成了热议的焦点,八十五花的赵丽颖和杨幂两位明星都被列为可能人选 最初传出杨幂将出演《女二号》,但随后这一传闻遭到否认 接着又有消息趁赵丽颖和导演陈可欣会面,甚至有私下聚餐的照片流传出来,引发了合作的猜测 然而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杨幂和一位业内人士的聊天画面被拍了下来 他提到即将加入《将园弄》的剧组,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让网友们颇感困惑 在一片混乱中,赵丽颖似乎扮演了《女二号》,而杨幂客串了一脚 这导致了一场热烈的争议,路人或许无所谓,但粉丝们对此持不同看法 与此同时,一位业内人士披露了一些内幕消息 他趁将员弄视杨幂争取到的角色,无论是演配角还是客串都行 尽管后来定下了赵丽颖演《女二号》,大家以为杨幂可能不会加入,但没想到她还是选择了客串 知情人士趁这情况很难评价 同时,有消息透露了杨幂在片中扮演的女球角色,并表示这一角色非常出彩,远比其他角色强大许多 然而,杨幂的团队却直接否认了客串一事,声称这是假的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否认的并不是杨幂深演将员弄这部电影,而是客串这个词 也就是说杨幂确实会出演这部电影,但并非客串 这种回应让杨幂的粉丝感到团队处理不当,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不够明智 如果杨幂要演《女二号》,团队完全可以直接承认这一点,而不必否认客串 同样,如果最终杨幂引了一个小角色,到时候将会让粉丝们感到尴尬 赵丽颖和杨幂同为85花,两人在各个方面都颇具相似之处,也被认为是竞争对手 此次两人接连被曝光参演将员弄,显示出他们已经不局限于拍摄偶像剧或古装剧 开始朝着实力派演员的方向转变 这也是从配角开始演起,加入了像陈可欣、张子怡这样的强大阵容 对演员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 目前,赵丽颖并未对外回应,显得比较冷静 而杨幂的回应让人感到有些混乱,无论如何,两位优秀演员同框出演一部电影实书罕见,最后以演技说话吧 最终,不论是女二号还是小角色,只要表演出色,都是好角色,好演员 粉丝们或许可以更从容些,不要对偶像过于苛求,这也许对他们更有利 在影视作品中,角色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在剧情中的地位,而在于演员们所呈现的精彩演出 无论是赵丽颖扮演的第二女主角,还是杨幂出演的客串角色,只要演技出色,就是精彩的角色,就是优秀的演员 我们常常被主演们的光芒所吸引,但不应忽视那些在故事中或许地位较低,戏份较少,却以精湛演技赢得观众赞誉的演员们 每个角色都为整个故事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和魅力,正是因为这些精湛的表演,让整部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动人心弦 在影视创作中,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值得我们的欣赏和尊重 就像人生中每个人都有其重要性一样,每个角色都在剧情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让我们共同珍视每一位演员为角色带来的生动表现,因为只要表演出色,就是好角色,就是好演员 王一博,不仅是娱乐圈的清流,难寻此般好人 王一博的12月真的是太忙了,各种盛典和晚会都有他的身影,特别是GQ盛典上 他再次经验出场,没想到后台的他却是这样快乐,完全不在乎名利与德诗 句号 盛典给了王一博排场,却没有给他荣誉,给了王一博体面,却没有给他自由 看了好几天的热搜,关于GQ王一博的热搜和讨论度一直是有赠无减,因为他太有趣了 通过博主发的视频忽然发现了这样的疑问和细节 首先王一博在今年的2023GQ盛典中没有得奖吗?怎么没有他得奖的高光视频? 同桌的杨幂都得了年度一人,好像没有看到王一博,一杨千玺,杨子上台领奖的画面呢 不过台下王一博听莫文玉唱的三首歌倒是投入爱,如果没有你,广岛之恋,他双手拇指拖着下巴,那若有所思的入戏感觉,真的有点心痛 因为以他现在的流量热度,想找个歌曲中的有缘女朋友太难了,要想谈一场歌词中的恋爱,更是奢望 或许主办方也是避嫌,不想影响他的事业发展,两年了,一直有个黑艺人保护他,去年是他的伯乐成尔导演,今年是GQ主编和奥迪高管 说实话,因为这场盛典没有孝战和赵丽颖参加,多少让大家嗑不到王一博的CP 这样的高管陪同确实是证明了主办方对他的重视和特别的爱,好像王一博的红毯也没有了自由发挥的单人视频 今年流冲和王一博的距离感,想剪辑和抠图都很费力 不过昨天工作室放出的王一博单人小视频,看到他后场吓唬王传军的小可爱模样 忽然明白了他的童心未敏,故意用冷峻的脸偷瞄王传军的经过 幸好这哥俩心有灵溪四目相对,真的吓到他了 王一博忽然天真的笑了,这些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他自言自语的话 我要戴上帽子,也能划船,或许在他的思维黑洞里,神奇的帽子是能划船,也是会划船的秘密 说完,骄傲转身 在有奥迪车旁拍照环节,一个人在旁边捂了医生 比说看这边要好使,逗得王一博嘴角开乐,原来他的小快乐竟然如此简单 还有王一博的红酒杯里不是红酒,而是洋酒或者饮料吗 看着别人大部分都用红酒杯敬酒,而他却绕过高脚杯拿了洋酒杯 小拙了衣口,这孩子果然是有他自己的喜爱饮料和他自己的情有独钟 要说圣典上的王一博对什么最好,当然是那舍不得摘下的草帽 本以为游船上的草帽造型已经足够,可没想到圣典那场 他同样戴着那爱不释手的帽子,这才引来了好多人晒涂证明 说有可能是他哥哥的回国礼物 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涂省事,节省化妆时间,休息呢 帽子是最快,最好,最酷的装扮 这兴许茂是大胆的猜想,可谁又不佩服王一博每次的大胆和惊艳呢 王一博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令人钦佩的品格而备受瞩目 他在娱乐圈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人,更以其为人诚恳,善良的品质而备受称赞 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表演者,更是令人难以寻觅的好人 在娱乐圈中,王一博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他的才华和表演实力无庸置疑,但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朴实和真诚的为人处事 他与众不同的清新气质和善良品格让人们对他充满敬意 这样的优秀品质在娱乐圈中格外珍贵 王一博不仅在娱乐圈中展现出杰出的表现,更以其为人难得的优秀品质感动着人们 他的诚恳与善良让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难以找到第二个如此品质高尚的艺人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真诚和善良,成为了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王一博作为一名艺人,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尚的品格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他在娱乐圈中以清新的气质和善良的为人广受好评,被人们誉为清流,这种美誉是对他优秀品质的最好肯定 他的出色表现和杰出品质让人对他不仅有了更多的尊敬,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他未来更加辉煌的期待 总的来说,王一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娱乐界艺人,更是一个值得尊敬和敬仰的好人典范 他在娱乐圈中展现出的品质和魅力让人们对他充满敬意和赞叹 他的表现和为人所带来的正能量使他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样 为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流,也让人们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爱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